如果您已经在网络上搜寻过哺乳内衣,那您一定会知道来自加拿大的Bravado,其优秀的品质,让穿过的人都一口同声地推荐。 为满足各种不同需求,Bravado推出的多款不同设计的哺乳内衣。 而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,是基本入门的款式丝牙。 作为Bravado的基本款,丝牙有着绝佳的包覆性和弹性,从怀孕期间开始穿着,就算胸围增大,哺乳期胀奶,也不会感到紧绷不舒服,且侧边加宽设计,让支撑的压力自肩带上分散,不造成肩膀负担。 虽然布料降后,却十分透气,哺乳期的妈咪一点也不用担心激突的窘境,难怪可以成为孕产妇的梦幻一品。 坐月子期间,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及保暖了,长辈,总说这段期间不能吹风着凉,否则日后容易感冒或筋骨酸痛。 因此,除了尽可能避免外出外,保暖的内住,也是很有帮助的。 这款由妈妈为妈妈为所推出的经典交叉款式哺乳内衣,就以圆红外线奈米纤维制成,可有效保温并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。 而前开交叉设计,仅需要下翻,就可以进行哺乳,非常适合全亲未需要瓶粉喂奶的妈妈们,舒适方便的设计,日后作为居家内衣穿着也很适合。 是一款十分推荐给大家的商品。 虽然别人看不见,但只要穿着性感的内衣,就觉得更有自信吧。 这款由复应用品大厂伴N所推出的内衣,有着与品牌可爱,信赖形象截然不同的性感风格,但也处处站在孕产妇的立场,设计出这款兼具美丽与品质的内衣。 以柔软的丝棉,Tencil天丝及Acrylate消臭布料三折搭配,除处感细之外,也能达到酸碱中和极易致细菌繁殖的优点。 此外在L及XL尺寸更贴心地强化为背扣三排设计,让罩杯较大的人也感受到稳定托付的舒适。 怀孕期间因为荷尔蒙的改变及血液循环较不顺畅,可能导致皮肤暗沉。 除了加强保养及适当运动外,也可以尝试这款使用日本水润白保湿纤维材质制作的美肌BRA。 除可滋润保湿肌肤外,还兼具凉爽、急易菌等特性,非常推荐给肌肤容易干燥的人穿着。 而漂亮的蕾丝和加宽的侧边设计,都在在为这款内衣加分,不仅让你兼具外在美丽与内在保养,是许多网友推荐的商品。 如果你准备给宝宝喝母乳,那你一定知道莫迪勒美月这个品牌,它的补给乳气,羊之高非常热销。 这款补乳内衣虽不像其他商品这样热门,却是十分经典的时穿款。 它以无缝工法设计,并强化了胸托,让整体支撑力更加提升,使用取得仿制品认证环保标章的布料,降低有害,及过敏物质,可避免宝宝因制品化学残留导致过敏反应。 要特别注意的是,磁团材无备扣设计,必须像背心一样穿脱。 如果孕后期肢体较不灵活的准妈妈,可能要花一点功夫。 补乳内衣为了避免磨伤宝宝稚稚嫩的皮肤,大多不使用太多的蕾丝或亮片,而显得简约朴实。 许多习惯了漂亮款式的新手妈妈,因而便寻不住喜欢的款式。 相形之下,这款由六甲村所推出的四分之三兆就显得十分有女人味。 漂亮的古典刺绣蕾丝,无论肤色或紫色款都十分受到欢迎。 但可惜的是其尺寸最大紧到85D,且因采钢圈设计及布料较不具弹性。 许多准妈妈在怀孕期间下围早已超过这个尺寸,只能另觅其他款商品了。 就算大富便便或正在哺乳,也会想要穿着贴身漂亮的衣服展露美丽胸型吧。 这种特别的时候,这款一体成型的无痕内衣就能协助妈妈们轻松塑造身材。 此外,罩杯内衬使用特殊的温裤凉爽纱,可让体表降温一减二度,非常适合台湾炎热的夏天。 也因为一体成型的设计,虽然有肩部补乳扣设计,但会因为布料较硬,而无法顺利拉下,难以兼顾美形与补乳便利。 因为衣服和内衣都会直接接触到宝宝的脸部和口鼻,因此补乳期间卫生清洁非常重要,除了要避免乳质在衣服上滋生细菌外,也要勤于更换易乳店以维持甘爽。 这款由Enjoy Mommy所推出的哺乳内衣,采用了环保咖啡沙的材质,可维持甘爽,即减少异味产生,是哺乳期间非常适合的材质。 但美中不足的是,它的被扣为较窄的两排式,除了较不稳定外,因为哺乳时常拉扯后也较容易松动。 想要购买哺乳内衣,却没有预算一次买足需要的数量吗?那Olivia这款兼开扣式的哺乳内衣,可能会是预算内非常好的选择。 柔软的材质和经典的开扣方式,让哺乳妈妈们可以轻松补胃,就算24小时都穿着也不会感到居宿紧绷,也因为弹性很好,运气胸部尺寸增大也可以轻松穿着。 但如果长时间穿着,布料容易变得松实,支撑力不足,穿着实胸型,显得不够集中,也可能有下垂或外扩的风险。 建议妈妈们注意布料弹性,当发现已经渐渐变松就要替换,不要省钱却得不偿失。 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一件补乳内衣,或不想花太多钱购买,那可以尝试这款由台湾品牌优累地所推出的防下垂补乳内衣。 除了评价外,它外形一般内衣无异,可爱的基本款加上简单蕾丝设计,就算穿着有点套肤的上衣也没有关系。 但如果是全清卫的妈妈,需要频繁补乳,那这款就显得不太方便,因为其补乳扣较小单手难以操作,因此建议可作为外出或运气穿着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